啦 大家好我们是时代少年团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马家琪 欢迎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丁诚心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宋亚轩 欢迎 大家好我是时代少年团驴文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时代少年团张真元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时代少年团颜浩翔 欢迎 大家好 我是时代少年团贺俊玲 欢迎 在东风风云榜奔向三十音乐分享会 大家进行了专场的表演这次 那在这次准备舞台的过程当中 有没有什么印象特别深刻的事情 跳了好久没有跳过的舞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 因为我们很久没有见面了 然后突然就是 就是大家聚在一起一起唱歌 又回到以前的日子 就是觉得特别深刻 在那一天 对 又开始熬大夜了 这次我就是坐在那唱 我觉得印象蛮深刻的 对 大家都在学校 大家一块打视频的时候吧 对 那次印象最深刻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是这一次差一点就陷下了 对 差一点就陷下了 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 我的话就是 我的话就是 前两天我们在这个场地的一个 化妆室里面 我们在排舞 然后排到了凌晨三点 这个挺深刻的 好 那第二个问题 为这次专场的音乐会 大家有做什么准备吗 因为这次每个人都还有单独的表演 有大家互卷吗 可以聊聊看 我们老碰不到一起 对 卷不到一起 也只有自己给自己卷 就卷也卷不到大家 但其实大家确实有在偷偷卷 比如颜好翔 昨天就给我秀她的肌肉 有多硬 她说她晚上做佛 没有他们 因为我会世界杯期间 我会那个 因为凌晨三点也有球赛 我就老在那个时候 然后如果没事的话我就看球 然后边做复我城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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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牛 挺好的 挺选的 这次我们专场音乐会的主题是出雪 想问问看 大家是怎么理解这个主题的 出雪的话 我觉得是就是 因为我们的出道日 对 1123 然后这个时候也差不多是 雪该下的时候了 就是很有纪念意义 对 加上下雪 打雪仗啊什么 是一件很元气的事情 很少年 然后 包括 就是 我们舞台有很多下雪的元素 对 是的 就觉得 雪是 很纯粹 很纯洁 就是 就是 一想到雪 就会让你觉得 很开心 很自由的一个东西 对 就是很喜欢雪这个元素 然后 出雪就 就代表 呃 我觉得很喜欢出雪 哈哈哈哈哈哈 他说他很喜欢出雪 也代表他很喜欢雪 哈哈哈 ok 感觉 可以打雪仗了吧 对 就是如果可以的话 可以在院子那堆个雪人什么的 就是 挺好玩的 嗯出雪 我觉得 首先吧 也像他们说的就是很纯粹很纯洁 还有就是 我觉得也是在 冬天里的一股新的生命力吧 就是 我觉得这 这个出雪放在舞台上呢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 新的动力 所以说我们对这次舞台也是一种 对待出雪的感觉 就是很温暖 然后又能很纯粹 我们的 好 舞台的本质想追求的东西 很纯粹 对 明白明白 我觉得出雪是个很浪漫的一个东西 就是正好咱们团三年了嘛 然后 呃 东方风雨榜也是奔向三十 就是 这两个事情叠在一起 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再加上出雪这个东西 就是浪漫加倍 在我看来就是 我觉得出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兆头 嗯 我觉得它也能 我觉得也代表着我们 期望我们的未来越来越好吧 然后 嗯 我觉得出雪的话 我想的它是一个 嗯 就是因为我们七个现在 其实在 各自的学校嘛 其实也很少聚在一起 我觉得 嗯 我们以出雪的这个主题 然后 我们七个在这个地方 又再次相聚 哦 虽然我们这一次是线上 然后粉丝们也不能来 但是我们也通过 镜头在和他们相聚 我觉得这是一个相聚 一个团圆 所以说我觉得 嗯 我们出雪的呃 意义可能也是在一个 我们和粉丝之间的一个 嗯 嗯 团聚的一个感觉 嗯 因为今年是大家出道三周年 我们有几个三周年的问题啊 因为百优界是一首新歌嘛 这是一首乐队风格的歌曲 那么这次其实我们的表演 也是摇滚风的 如果要你们给这个乐队 取个名字 会叫什么 超级无敌 旋风 闪光 炸弹乐队 我们就叫时代少年团吧 救命 好吗 时代少年乐队 你说的 对 我们就 我觉得就还是TNT 时代少年团多好 叫时代 TNT Band 可以 可以叫TNT Band 可以 嗯 有你的季节的海报 大家都觉得很可爱 因为这也是一首最新的歌曲 今天也要在我们这里首发 那么对于这个海报 大家有什么想说的 当时那么多可爱的造型 就是 我跟孙萱 把腿张起来的一个 把腿抬起来的一个 是 压力山大那个 其实很可爱 挺好玩的吧 然后反正 因为当时可能有点重吧 对 可能大家抱起来比较费力 是的 有一丢丢吧 确实 还有那个粉色大熊 那个大熊确实很可爱 然后那个海报也有很多可爱的元素 然后 当时 当时其实有那个彩带 就是 嗯 那个彩带呢 也不是 那个机器的 那个喷的 是工作人员在旁边 那个撒的 然后他们撒的特别多 撒到地上之后呢 我们几个就 把那个彩带全部都捧起来 然后往 别人 对 往头上撒 然后弄了满头 满身都是那个彩带 还挺好玩的 是的 对 我记得还有那个粉色的滑梯 然后我当时自己拍的时候 我还去 想试一下那个 是不是真的能做上去 结果 差点把它做塌了 还是软的对吧 对 还是软的 三周年对你们自己来说 都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意味着 走了三年了 啊 哈哈 三周年 对不起 你们走了三年了 啊 好像也没什么 确实没什么毛病 对 过了三年了 好像没什么问题的样子 是没问题 对 对本本真是 我觉得意味着我们成长了吧 对吧 嗯 意味着我们 又长了三周 哈哈哈哈 哈 哈 我从14岁到17岁 实在少年团就 越来越默契了嘛 然后大家 也 更了解彼此了吧 然后对 熟悉一起在舞台上的感觉吧 是的 我觉得就是一个 时光的见证 就是一年一步脚 一个脚印的 然后一步一步这样走过来 一起到 未来 对 出道三周年有什么想对 一直支持 时代少年团的粉丝们说的吗 呃 还是想说只要我们七个人在一起 很多困难都会迎刃而解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相信我们 然后一直支持我们 我们感谢你们的支持 也希望你们未来一直都在 嗯 现在因为也是冬天出雪嘛 嗯 冬天有没有什么要和兄弟们想一起做的事情吗 对 想去滑雪 我们要不要再去那种什么学场拍四批闭 然后我们 就重滑吧 咱们也别拍 可以我也这个可以 就是咱们拍人视频 然后就拍咱们 滑雪的一个日常生活 我记录然后发发微博啥的东西 我觉得可以确实挺好玩的 对 虽然很动手 或者或者我们去那什么炕上 我们去烤红薯吃 炕上炕烤红 炕你知道炕是什么吗 是啊炕 就是我们在炕上一起睡觉那种大通铺嘛 然后在底下放红薯烤的 还可以这样玩啊 哈哈他下面是真的烧的火吗 啊对啊就在我们是可以的 是反正对烤红薯吗 烤红薯是可以的 因为我还没有吃过炕现在 哎我们去做做那个就拉的那个 那个就是哈士级拉的那个啊 拉的那个 雪橇雪橇 雪橇对 雪橇那个没做过感觉 其实我还蛮想开一下那个雪地车 哇哦 哦对 这可不去啊滑翔伞 哎呦啊飞跃雪山 哎呦 那有点冷哎呃 滑雪大冒雪主要是怕冷 哈哈哈 还有那种山里面的那种 露天的那个温泉哇 就是一定要露天的 然后有雪下下来的那个感觉 这个那种换着池子来的那种 换着池子来 旁边再有一点吃的啊 哦 就走两个就换一个 非常的巨 这一趴属于咱们变着烦给自己画片 嗯七个人的微信群名有更新吗 平时谁的发言最频繁 还没我觉得是我 丁哥吧丁哥和梁文 丁哥也挺 我发展蛮多的 他们俩 我经常在里面发一些视频 然后在在上面回来一个他那个表情包 一般一般一般就是有人领个头抛出一些问题 然后紧接着就慢慢的大家就就慢慢冒出来了 都来了都来了 因为大家课程的时间不一样 所以就有些时候搭不上这根弦 我们群名好像反而现在还一直是那个 对群名一直没变 下面我要我们要玩个互动小游戏 叫不许笑挑战 好 我会给你们这张纸 每个人一句话 然后对着你右边的人念土味情话 如果这个人笑了就要接受惩罚 好 OK 惩罚是什么 惩罚有两个可以选择 一个叫可爱三连拍 还有一个叫对着自己说土味情话的人撒娇求放过 你知道你和星星有什么区别吗 星星在天上而你在我心里 我没有想到这个 对不起 星星啊 你不想笑吗 马哥内心笑 这么好笑 那你输了 来 好冷啊 他笑了 他笑了 马哥笑了 我看到了 笑了吗 只能说大家都认为你笑了 我嘴角长时间笑 说一个 不能用上面的了 一会没得说了 好吧 都说了不要抱怨 放我吧 哇 哦 真的不想笑吗 马哥说我还挺开心的 哇哦 同位情话可能会皱眉头但一定不会笑 哈哈 哈哈 世界上有五种鸭 可达鸭 小黄鸭 扁嘴鸭 北京烤鸭 还有我爱你鸭 我爱你鸭 哇哦 好强啊 我属于预判了就要拆狗了 你说说拆狗了 属于 还反打一波 哎 哎 哎 嘴角上扬了 笑吗你也算笑了 哎 都睁着的 来吧来吧选一个惩罚 哈哈 惩罚是 三连拍 三连拍 大家要去办不过 这些是不是都很难选 这游戏最难的地方是选 说哪句话 诚哥 你猜猜 我最近在听什么歌 我的新歌 哈哈 哈哈 right track 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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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波不亏 诚哥 打歌的代价很厉害很厉害 做惩罚 笑了也无所谓 你歌迷也说了 歌迷也说一下 就我三连拍了求撒娇哎 翔哥你的那首歌叫 要求放过 求求了这不没有笑 哇 大家好不好 绝了 可以吧可以吧 行 看一下我想叫后半局是啥 是想你想又打歌还不做惩罚 大哥 做了呀 做了呀求你了 做了呀我求丁哥了 啊怎么了 你他呀 我不要你哪一个 你也可以求求 我我开始了啊 我开始了开始了 雕文 可以扛 哈哈 为什么 为什么 谁啊 谁啊 说刚刚有人戳了我 你戳了我 你戳笑了 自己戳了 我再来一次 我可以再一次吗 你可以再来一次 对你也要做审法 我刚刚真的给你一次挽回颜面的机会 再一次我再一次 然后雕文 我的身体很好 嗯 可以扛水 扛米袋子 招杯器官 可是 我就是扛不住你啊 ok 我就是扛不住你啊 扛不住我 你啊 对啊没事他要做审法 就是只是给他一次挽回颜面的机会 对 因为不知道 是吧 没有不知道 他们这个图会喜欢给的 米袋扛不动他 但是你也笑了 惩罚惩罚来一个 惩罚吧 跳一个吧跳一个吧 什么三连拍吗 三连拍就是对的那边 或者撒娇球放过 对 第三张 别笑了展哥 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眉心 把你吸进我的眉心 张哥 我昨天吃了我的面 你叫什么面吗 什么面 要忘词了怎么 哎呀我都猜到了 哦不再次再次再次 ok 我昨天看了本书 什么书 你猜一下呢 我不知道 是遇到你我愿赌服输 张哥嘴角上扬了 嘴角上扬了 好我愿赌服输 哈哈哈哈 来自个惩罚啊 惩罚是什么大焦吧 不然 哈哈哈哈 要问哥哥求你了 要不哎行吧 那你都这样说了 我就对你说吧 要干嘛来着 都要问哥哥求你 辣椒球放过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放放过我吧 要问哥哥 哈哈哈哈 好嘞好好好 好吓人啊 好好好 ok 放过放过 可儿 啊 又这么快就到我了 今天吃了草莓 树莓蓝莓蔓月莓 还有就是 你想我了没 啊 又这么不笑笑了呀 他干嘛笑了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玩的好玩的 来吧 我要我要干什么 快求求我吧 什么吧 撒娇吗又要 求求我吧 求求我吧 哎呀张哥 啊 看过我吗 啊好 ok ok 撒娇 还有是赫尔对亚轩说 来吧 啊来 专员比一个字出口就像 就是快对本王说 但是都没有没有可说的了呀 是急性一个行 好嘞 亚轩 今天他们都让我吃糖 可是我狠狠的拒绝了他们 因为我一看到你 我就感觉糖分爆表了 亚轩竟然没笑 不可思议不可思议 不可思议 因为这个这个可能我已经猜到了 啊他现在笑了算吗 这现在笑了算 算啊 你收拾为什么要笑 啊 没事没事没事 说的好惨 说的好惨 来吧亚轩 看看 看 看这边来一个亚轩 来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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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不知道啊 那你就三个脚吧 三个脚吧 三个脚吧 小鹤哥哥呀 小鹤哥哥球放锅 哇他好自然啊 哇哦 哈哈 ok ok 好的好的好的 我们都来了你得来一个吧 把个给一个吧 把我都绑架 哈哈 郝瑞赢一次 我不 好我们最后一趴是快问快答 好好好 好我问一个问题然后我说三二一大家抢答 好 好准备好了啊 你觉得最好的季节是哪个季节 秋秋天 买家旗 买家旗 春天多饭困难 春天我下次说三二一啊 好来第二个问题 用一个词语来形容百优界 三二一 买家旗 买家旗 一个字 一个词语 买家旗 买家旗 我说的好听 买家旗 买家旗 帅 买家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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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然后用一句话来安利这次的专场音乐会 我们在这儿等你哦 温暖四季 来看就弯了 看看我们吧 绝了绝了 不甘惠后悔 今晚七点半 不见不散 哈哈 好第四个 说到时代少年团 你就会想到什么 3 2 1 选择 毫无默契 这是默契大大挑战吗 没有这不是默契 我们要说是默契大挑战 我们肯定会很默契的 下一个问题是 那下一个问题还是一人一句吧 明年一定要做的一件事是什么 你明天明天要是 我要考驾招 我考驾羡慕丁哥了 去跳伞 有驾招的人就是说话都不一样 跳伞 太有自信了 有自信 后面这群人都考驾招 我确实考驾招 我身份证就是掉了 我就得等补办身份证 补了之后才能去考 那我 那我明天我明天我肯定考驾招 对吧 大家都是想的我明天我也考驾招 我还没想好 过科目一 科目二科目三 区别吗秦文 可以 看个说法吗 挺好 现在想对你右侧的人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你好帅 我竟然想到三个字 你也挺帅的 明年驾招必过啊 你也是明年驾招必过啊 你也是明年驾招必过 我爱你干嘛呀 干嘛呀 你干嘛呀 你干嘛呀 对右边的人说句话吗 我们这么顺过来了呀哥 行吧 我 呃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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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对然后呢对就这个 呃 聊完都整不会了 聊完整不会了 嗯 行行行 那我我也爱你我也爱你 哈哈哈哈 哈哈 我们兄弟之间的爱 嗯 我知道是兄弟之间的爱 哈哈 是那不然呢 那不然 那能是什么 我说一说嘛 没有什么其他意思 对 然后 那我还对赫尔要说一句是 你快你快 哈哈 你你也一定爱我吧 哈哈哈哈 哈哈 那那那那那 那那那必须的那必须的 哈哈 我也想一声 嗯 他爱我就像我爱你一样 谢谢 哈哈 厉害 厉害 好下一个问题 今天舞台结束后 最想做的一件事 睡大觉 哦对不起 不不应该这么激烈的 再加一块 吃一顿饭 吃顿饭 吃顿饭 吃顿饭吃顿饭 吃顿饭吧 吃顿饭 都不想吹打跳啊 吃饭呗 吃饭呗 哦对对对有这个步骤 哈哈哈 嗯下一个问题啊 吃火锅必点的一道菜是什么 猫肚 撒尿牛丸 猫肚 猫肚 北牛 什么 北牛 老豆片 老豆片 冬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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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号尔鱼肯定点号尔鱼 都行 你肯定比点脑花的 脑花也会点 确实 冬瓜 千层肚 太好吃了 然后说出一件自己想做又不敢做的事 一个人玩密室头头 你想做吗 想做是吧 也不想吧 不想不想别下次有机会也不要让我一个人 想做又不敢做的事 我没想到哎 荒野求生哇 那我就一桩飞行一桩飞行 不敢吗 想做又不敢做的事 其实还挺少的 我想一想 开就是那种 可能就是一些极限运动吧 我觉得 就是天天吃那种高热量的食物 想做却不敢做 说实话确实呃是的 搬家 啊 啊怎么说 6 哈哈哈哈 什么哈哈 因为我为什么 我一直很想搬到那边去 啊但我又觉得搬前很麻烦 那你敢搬吗 我敢搬 我是敢敢做但是不想做 也可以也可以也可以 我敢搬这个家但是我又不想搬 哈哈 东西太多了你这吧 想在舞台上即兴转转一个音 但是又怕被大家打死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啊 我们没有啊 我们才不会这样啊 你别乱说 别乱说 不是不是 对做你自己 不说 之前就一直听同学们说 那个风油精是可以喝的 是可以的 所以说我一直想试一试 我们喝过呀 但是我又不敢 喝过上次那个 一年两年前一年前 哦 那是舔过舔过少年美 我知道了 我换一个 我觉得刚那个人扯 我换一个 我换成吃生烟 哇 你不吃生烟的啊 对对对对我不吃的啊 那个确实挺好吃的 不是我有点想 我也是 因为我觉得他看起来很好吃 很好吃的 但是你看他正在活蹦乱跳的 我是真的不太敢怕放到嘴里 我也说一下我也是 他淹完出来之后 有没有可能生烟之后 他 腌完之后他就不火蹦乱跳了 看那个有人扮那个虾 小虾这么大 跳虾 蹦蹦蹦蹦蹦 然后它把它倒到那个杯子里 摇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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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摇 经常说的话 我回答了六 收到 贺继琳收到 金程新收到 对收到 雅轩呢 知道那个emoji吗 我想起来了 我是那个什么 真服了 OK 请用一个字 来形容这次的舞台 太绝了 一个字 绝了 一个字 一个字 绝 一个字 哎呦 棒